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给文心兰换盆 看过视频的朋友可能记得我7月份的时候发过一个视频 说的是5月份进的这一盆文心兰当时的状态 它当时根部已经不太好了,已经有点发干了 而且正在开花,所以我们就没给它换盆 只是把它夹直了一下 也就是把它的周围多放了一些基植 然后种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里 它的甲林茎当时也比较干,所以我们很注意它的浇水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花长得很好 它的甲林茎也发育得很好 可是现在它这个花开完了,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决定要给它换一下盆 你可以看到它的甲林茎非常的饱满 它也长出新芽来了 正常情况下我们换盆是在它新芽没发出来之前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这个花买回来比较晚 等到它都开完的时候,新芽已经发出来了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给它换盆 这样更有利于它的生长 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根和原来的海苔基植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长得非常紧,而且海苔基植因为非常容易吸水嘛,所以非常潮湿 已经有点开始煤烂了 用手一点点把这个旧的海苔基植都剥掉 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我用了一根小铁棍子从中间慢慢的一点点把它松开 一点点的把旧的基植都掏出来 这个很费事的,要很有耐心 最后做好了以后就是这样的,你看 它的根都舒展开了 这个是旧的海苔基植,都已经开始腐烂了 这些是掉下来的根,那没有办法 反正总是会伤到一些 这个是旧的盆,我把它比了一下 基本上还是合适的,所以我决定不要给它拿大盆 只是把它现在这个盆清洗一下 现在我们来倒新鲜的基植 和其他兰花换盆一样,先拿一块大一点的树皮 把这个底下的洞稍微堵一下 让它漏水和稍微慢一点 这个基植因为比较粗糙,但是它也有一些细腻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分一下 这些细的部分等下换盆的时候 先放在中间靠近根部的地方 现在我们先把盆底倒一些比较粗的基植在里头 这样子底下的根部它漏水性和透气性都会更好一点 现在把这个兰花放进去 你可以看到它的根非常的细 我们用手慢慢的抓起稍微细小一些的这个基植 慢慢的往里头放 然后呢就开始放这个比较大一点粗一点的 沿着周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放进去 放到一定程度 把这个兰花往上头拉伸一下 让它底下的根可以舒散 稍微的抖一抖 这样那些细小的基植和肥料呢 它就会在根中间把它都填满 然后把它晃一晃 都弄好了就开始施肥 这个是半茶勺 这个水弄满了以后是1.25升 慢慢的浇水 尽量让这个干的新鲜基植 都能吸收满有肥料的这个水 最后呢我们用一个喷壶把盆里头灌满了水 让这个刚换好的盆在水里泡五六个小时 保证所有的基植都吸满了肥水 最后把它拿出来 放在一个套盆里头 这样可以保持它的湿气 第二天早上你看一下 这里面还是挺多水的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倒掉 但是我觉得泡个一天两天问题不很大 因为刚换完盆嘛 它的根和那些新的基植 还没有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我会经常上来更新各种兰花的状况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